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的表演时刻了 6号硬地位要干啥呢 我们把一个9给了借司马懿跳了一反贼 然后再一个9杀往下架砍 这样蔡文基找司马懿发动陈琴 司马懿显然气的牌没有就借马超的意思 没有就借马超的意思 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动我们的奇谋 收了借马超的牌之后 我们是可以连摸两牌的 这两牌里的杀只有一张 即使只有一张咱也拼了 这一下子一个奇谋掉三血 明显是看中了蔡文基 我们刚才是跳了 不是明显是看中了这个火砂 虽然只有一张砂 但这个砂加上这个铁锁 这下去可以摸八张牌 如果我们真的要全部用来摸牌的话 直接是不摸八张 摸了这么多张牌 发现砂只有一个真是够呛 这个国家都表示无敌 我们在一个活宫干掉蔡文基 在反贼眼里 蔡文基就应该是忠诚了 因为我们跳了反 结果看见蔡文基又是一个反贼 估计司马懿跟张仁华的冷汗就下来了 这哪来的 这怎么搞的 这反贼连续倒下呢 我们再搞死张仁华 司马懿心里就更懵了 但张仁华不愧是张仁华 春哥就是不一样 居然没死 我们再补上一刀 看你死不死 不死的话咱还可以补 这刀还挺多 发现没有这里的杀都是亮的 我们还是还可以出两次杀的 这一次杀完了 那我们还只能出一次杀了 再看样子 这个刚才这个杀完毕 其他的杀就黑下了 好我们最后乐下了司马懿 把自己的身份给跳出来了 但是我们之前装的时候 移的这个木龙牛马 咱可以把它给弄回来了 这相当于往回了损失 我们移木龙牛马的意思 就是要反贼不要去救 这个马超跟蔡文基 这反贼果然上当了 当然也可能是反贼是真没逃 想救也救不了 好这时候张脚继续批这个司马懿 显然他看样子也是比较中的 郭家已经把牌全给了佐持 这把基本上就已经妥了 我们作为六号的魏的魏妍 用一个木龙马加一张酒 小小的骗了一下 反贼是吧 延续的把这个马超 蔡文基跟这个春哥都收入囊中 这时候张脚已经不想再打了 直接就挂起了白泪裤 这一次影帝魏六号魏妍忠诚的表演相当的精彩 同时我们也是全场MVP 当之无愧 第一局过后 大家就知道这期是干嘛了 这是优酷电视台 YouTube电视台 欢迎收看彭卉霍 为您带来的三国杀 无间道 终极无间奥斯卡 好 刚才是魏妍 这把又是一个魏妍 只是不同的是 我们从忠诚变成了反贼 面对袁绍主公 我们在七号位 又是一个后支位 我们要干出什么样的丧心病狂的事情来呢 好 袁绍主公这个曹丕有可能是给他补牌的 这个赵云可能是来抢牌的 其他几个人的选将 这个是华佗 还是可能作为华佗黄冲 是作为宝命来选的 这个黄盖跟魏妍 这两个人可能是作为这个四血将来选的 好 这个袁绍第二轮被曹丕翻成了 这个样子并不代表曹丕是中 如果曹丕把袁绍翻回来 才能代表曹丕是中 这赵云这样的冲法应该是咱的队友了 好 这时候左辞又是一个伞 手心还是不错 曹丕果然翻回来袁绍也跳了一个忠诚 这个曹丛还是不肯掉血 我们就继续出伞 被打残了大不了吸回来 好 这个袁绍最后又放了一下赵云 他直接无限赵云 因为显然他如果不无限赵云 赵云手上有杀的话 肯定把他这个无限给冲过去了 还不如把这个无限先给赵云打上 好 曹丕又把这个袁绍给翻了 但他要收华佗基本上是不可能 这华佗一上来 还没一张红牌 曹丛这一称相 就选择了拿三张牌 没有拿那个K点的无限可击 因为袁绍十有八九是放不出来了 好 这个赵云那不是如中 我们反正还是有点悲剧的 但是看看有没有希望把曹丕给干死 看看这个左辞 便宜等左辞跳了一个反 曹丛跳了一个钟 把曹丕给救了回来 好 这时候曹丕吃了一个桃 把袁绍给翻回来 没有选择把曹丛翻回来 拿着队的先薄 主攻 是吧 那这样的话 两个忠诚两个反贼都已经出来了 如果曹丕又通过决斗自残 就把曹丛给翻回来了 这下子反贼是有点被动了 是吧 有点被动了 好 华佗跳了一个反贼 那这样的话 在我们眼里 这个黄盖的身份就已经明白了 但其他人眼里还是不清楚的 好 这时候曹丛这么一搞 然后这么一乐这个五谷 他终于回复了血线 我们又拿了个诸葛连弩 实际上我们还不如拿一张沙 当然我们这是掉血 只能掉两滴 你拿个连弩也是可以的 好 我又来了一口酒 只选择掉一滴血 因为我们有诸葛连弩 反正可以多出沙 只掉一滴血 就能够得着华佗了 我们现在是想先收华佗的人头 同时换取一个忠诚的身份 这两点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没有换取忠诚的身份 你来想收这个黄盖 是不可能的 你看袁绍说的啥 杀黄盖 我只想告诉你 英雄所见略童 我们就是要杀黄盖 黄盖苦笑啊 这呵呵 虽然是口字旁 但是显然这两个字里面 是包含了泪水 你看杀成这个样子 这有曹丛是不会救他的 因为在曹丛眼里 这是我们才是他的队友 黄盖是反贼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黄盖是忠诚 就被我们这一颗奥斯卡给骗到了 但是我们的依然 我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因为佐治已经快完蛋了 咱是没有货的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佐治死 这个肯定是还能再射一下的 这佐治射死了 他收三刀牌 那我们就希望曹丛和曹丕能死 但是曹丕没有死 曹丛这一个称相 他不要闪也不要无限 这个够犀利的 袁绍一看你这么犀利 那我就再放 他再放的话 曹丛不救 因为曹丛跟曹丕现在不是一边的 一个内奸 结果袁绍这一放 放的玩大了 把忠诚跟内奸一起放死了 也可能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奥斯卡玩的太精彩 太犀利了 直接让内奸已经没有再玩下去的欲望了 是吧 内奸已经觉得自己碰见被卫严这样的戏耍 觉得这局太没意思了 不想再玩了 否则他刚才那个称相 有无限有伞 他居然不拿 这是明摆着的 这是不想玩了 随便拿个无限和伞 在袁绍鲁门之后 他是不会死的 他还是个可以跟袁绍2v2的 虽然也是一个劣势2v2 但是我们作为七号位的魏严 我们掉一滴血 得到捡一马 把华佗干掉 骗取祖宗内的信任 然后打死戒皇盖 非常的漂亮 是吧 大家发现没有 在英雄所见虐童 袁绍来指挥我们 所以说 为什么三国杀君生 你指挥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 袁绍你指挥反贼去杀你的忠诚 是吧 你看你看你这个指挥的艺术 你的指挥艺术 是不是可以给一个大大的F 好 两则过后大家已经知道 现在的魏严 已经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 或者就不是当年的属下阿炎了 是吧 现在家乡版的魏严是相当的犀利 尤其是在后队 好 现在我们回到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 获得次数最多的角色二章 是吧 这主攻是佐茨 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忠诚 后面怎么玩 应该能够猜到 好 佐茨放了一个蓝路心 我们很高兴 一上来有杀 我们就是有安全感 国家没有分牌 非常的好 希望他是真的反贼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低调的忠诚 因为为什么说他非常好 他如果是个反贼 是吧 他掉了血线 我们只要稍微骗一下 就会有一大堆牌 一大堆牌紧张 好 我们一个借刀杀人 随便指一个元素 是吧 把元素的血线压去 对我们就更有好处了 好 我们还把加一把给了郭佳 这明摆的 就是来讨好郭佳了 是吧 我们看你没分牌 有点像反贼 是吧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 好 结果郭佳开了一个桃园结议 补了自己的一点牌 然后刷了一下 骑了一大堆杀伞给我们 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 可惜没有骗到装备 但这一位数量箱是离线 他不是主动器的 是离线器的 这也是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 但是有一堆杀伞在手 咱们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结果元素跳了一钟 跟我们一边的把我们热住了 这使得我们这一桩 已经分不出 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是吧 好不管怎么说 这个离点这个蓝蛮 或者是他要干什么万箭 都是很难对我们造成伤害的 除了火攻来强压我们血线的话 因为我们这毕竟国家给了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傻和闪 好这个蓝蛮万箭一上 这离点十六八九是忠诚的 看看是不是这样借刀杀人杀陆迅 这是什么情况 抢人数的装备 用酒杀陆迅 搞不清楚他是干啥 咱先曝光的标 这反正是七打八 再有人离线 这又对国家的身份忘记标 有人离线 有一个离线两个 这个一个离线一个低调 加一个奥斯卡的情况下 这其实是非常难以判断 陆迅跟你脸两个人身份 哎呀陆迅又起了一大堆 杀伞给我们咱杀伞是过剩了 是吧 哎呀是一个关心 我们这个乐不世主天叛红是不可能的 只能靠我们这一张无蟹 能不能过去 哎呀这个顺手切羊 咱无蟹不敢打 哎呦他热了国家 顺了我们一个伞 那不要紧 好他决斗陆迅 陆迅给了佐词一张 想呼唤祖族方给了桃子 但是祖族方无动于衷 发现陆迅是真的反贼 这一个反贼就已经倒下了 他主公又顺了我们一下 又杀了我们一下 不要紧咱们的杀和伞 反正是从反贼里面来的 现在不用白不用 好现在主公替我们关了啥 已经不重要了是吧 他应该因为已经收了什么反贼 收了啥的已经都撞回来了 好我们把顺上香给乐住 管你顺上香是啥 先乐了你再说 好我们在一个万箭 放了去郭家又给了我们牌 好看看里点有没有能救 里点直接放弃了 这个九桃都扔了 不玩了不玩拉倒 反正一个反贼已经倒了 是吧我们现在开始拼命的揍 这个孙上香 孙上香可惜把这个桃子还在吃 目前来说我们并没有 这个跳回身份 依然在潜伏里面 好孙上香他是把身份跳出来了 拼命的在包养郭家 给郭家包养了这么多牌 郭家也非常够意思 孙上香不让他的牌全部一股老 塞给了我们 是吧 结果孙上香 乐不食物就添过了 好我们现在明知道孙上香包养了郭家 我们也要跟孙上香捣乱 然后这时候元素都觉得奇怪了 二爪为什么觉得孙上香是忠诚的 孙上香不可能是忠诚 他忠诚他怎么会包养郭家 那我们就是要跟孙上香作对 这里面叫说 这些事情有时候不能让你知道 所以就不让你知道 是吧 好我们邓爱他觉得孙上香 他觉得孙上香也是忠诚 把主公跟孙上香捆绑 我们急了打了个无懈 还救孙上香 这是啥意思 我们现在想把忠诚的身份 嫁活给邓爱 但邓爱怎么样也不像 他刚才顺了一下主公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打得有点莫名了 我们肯定是想抢孙上香这个人头 但你不要弄巧成拙了 你看这主公还在搞你 是吧 你刚才就让邓爱把孙上香收了 不用玩了 好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个雌雄双五剑并没有被主公搞走 而且孙上香的人头 我们是一定要的 这个元素打了拖管 结果拖完之后发现孙上香竟然是反贼 然后我们这两个直剑 叉叉叉的装备一给 这个主公直接来了个我擦 这时候元素也奇怪了 二张你到底什么身份 这时候我们就直接说你觉得呢 我们还是还能是什么身份 还可能是什么身份 就把这左词明白了 大类密探008 已经知道了 但邓爱还是糊涂的 郭嘉也受不了了 郭嘉你怎么能糊涂到这种程度呢 然后邓爱一看 原来如此 到最后郭嘉亮出身份牌 他终于明白了 他是唯一的一个反贼了 面对的主公 这个加上元素二张的组合 那二话不说 百类库就撑起来了 这把又是一个经典的二张重装反 这二张他只要装起了身份 如果成功的话 收益是比别的 这个武将要高的 大家看见了没有 因为转向包养了郭嘉那么多牌 郭嘉直接一把全部 弃给了二张 直接相当于给了一个 没有中乐不世俗的敌人 一张乐不世俗 而且他中了乐不世俗 还不知道 还把一大堆好牌 算了那个转到了我们手里 这里的收益 那一来一回 他收益就大了去了 好 再来看一则奥斯卡 这回是三号卫主公 孙笨主公 那是我们经典的奥斯卡 最佳蓝配角的人物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看看 我们是选择了郭图旁计 郭图旁计 郭图旁计 我一直没有提的就是 他的是非是加强了的 他的是非 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非的要求是 但是当前回合手排数 一定要是厂商要有人手排数 比当前回合那个人排要多 现在是等于也可以了 换句话说 举个例子 刘表如果现在对我们出了一张杀 我们给刘表是非 他是五张牌 以前是厂商一定要有一个六张牌的人 我们才可以拆牌出散 现在厂商只要有一张五张牌的人 我们就可以拆牌出散了 这小小的加强了一下 这一加强 给郭图旁计的强度提升的还是比较大的 好我们这一上来肯定是要装一下了 顺笨主公 你二后卫是个刘表 你三后卫就敢跳中 你跳中反的一个case里 是吧 我们给了顺笨不痛不痒的一个黑鲨 然后弃掉这张红鲨 所以装的非常的好 没有给主公造成太大的伤害 我们竟然成功的得到了一个反贼私分牌 而且我们就比较幸运下家 正好是个反贼 好 陈群到底跳了一个忠诚 但他为什么对中态这么好 难以理解 黄盖一个反 我们成功的躲开了 这黄盖的对我们的袭击 是吧 否则黄盖 他苦肉炸降 他的牌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是很难在面对着黄盖 发动是非的 好 黄盖这这家伙作为反贼又甩了个蓝盘 咱幸亏还有一个无限可击在 不会轻易的受伤 作为装身份的那位一定要保证 你的血量比较充足 这样的话队友跳出来 敌人会先选择打队友 是吧 否则敌人来 如果敌人选择打理 因为你装了 所以打理的人十有八九就是队友了 好 周泰正好应该是跳了一个忠诚 赵云应该是跳的是个反贼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了 好 陈群的定品还是比较耽力的 一下子给周泰补了三张牌 非常的爽 邓盖借刀杀人 刘表也很配合的 出了一个雷杀 周泰也得到了第一个窗 好 邓盖也砍了陈群 一下我们主攻砍他的行动会是怎么样的 给邓盖一下 邓盖又囤了第二个田 主攻是无视邓盖的囤田 让邓盖进入了最强状态 好 刘表来杀我们是 现在还不能施非 因为刘表手上的牌比较多 但九杀咱就可以施非了 是吧 因为刘表现在是四排 孙奔也是四排 也是四排 所以这个施非就可以成功的出散 好 这时候我们跟刘表杠上了 是吧 咦 但是发现刘表的身份有点诡异 他为什么这么多杀去杀我们 这个国度旁计我们是跳反的 就说明刘表不一定是反贼 但我们既然如此 还是还要跟刘表干一下 所以显然我们已经被打得快死了 这个火力凶猛的黄盖要动 是吧 我们不得已只能跟刘表杠上来 让刘表替我们担当嘲讽 咦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周泰也打得比较诡异 他又决斗刘表又打赵云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如果是忠诚的话 应该不该搞刘表的 因为刚才刘表是跳了中 是吧 我们因为装了我们是反 不知道周泰是什么想的 现在是很奇特的 好 现在邓爱觉醒了 邓爱觉醒在顺忠诚的时候 周泰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吧 所以说现在更加扑朔迷离了 我觉得第一轮的身份是肯定有标错的地方的 好 我们再看刘表他一血一排 1989是自首吃了一个桃 那看我们肯定是要急功了 我们这种情况还不急功还得了 我们还是继续顺刘表 杀刘表 然后这腾甲不挂也不行了 好 成功的造成了一点伤害 我们是明显的就准备把刘表给卖了 不管他是不是队友 我们因为这种要完蛋的情况下 只能刘表里是队友 我们也只能牺牲你了 好果然周泰把身份跳出来 原来他是反贼我那个去 可能一开始是为了跟黄盖报复 报复黄盖跟介导云 那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不报复了 把身份给跳回来 成群明白过来了 赶紧给刘表订品 是吧 好 这时候成群虽然给刘表订品了 但是被邓爱这个绞杀给杀的熬叫 这把装身份 目前来说没有看到任何收益 但是刚刚我们已经觉得这把装身份要失败 没有看到任何收益的时候 你看 灯爱这一个小手一动 给我们的一个目榴马 一个桃一个伞 哎呦可惜 被刘表给裁掉了 这个就比较扯了 是吧 这下子我们要倒下了吗 大家看见没有 刚刚说没有收益 这一家子骗了两个桃 这骗了反人的两个桃 这就算是基本上 把刚才的那个副收益都骗回来了 那可是真正的骗回来了 好 这时候刘表这一个九杀 杀了季王凯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收人 哎 来了杀 那就赶紧收这个借赵云 我们在收这个反贼方 邓爱有桃子都不一定会救 这说不定就是这个在收队友 是吧 好赵云四十八九是倒下了 这个周泰难道最后一张是桃子 还有犹豫的情况 好这一下子收了牌之后 一直有个神篮板 还可以继续再收 再把黄盖也收了 那就更爽了 这一下子已经急功二了 你可以存两个牌了 是吧 看周泰又挨了一下 我们可以存三张牌了 邓爱又挨了一下 可以存四张牌了 刘表能挨一下半 不能挨了 那咱也赚饱了 是吧 这赚饱了 收了这么多牌 又多存了两张牌 这个多摸两张 多存两张 还多收了几张 好这个邓爱正好一刀干掉内线 这时候主攻也明白了 咱进入欢乐二位二 这个欢乐二位二 下面我们 呃 从降面上来看 不一定有多大的优势 是吧 但是这个就看我们的运气了 好 现在我们不敢急功 只有一张杀 也不一定能杀得中 只能摸 正常的当一个白板玩一下 这个火攻是可以无限的 好我们看啊 现在大家都是两张牌 周泰他即使能杀我们 也是没办法 让我们掉 掉血的是吧 好这个主攻现在开始砍周泰 毕竟邓爱有点恐怖 是吧 对着周泰砍 给了我们一个诸葛连弩 那显然是要我们急功了啊 他主攻已经把周泰的伞给骗出来了 那咱就不客气了 以后周泰第四个窗开始求逃 邓爱给了一个逃 再给他一刀 哎呦 结果这一次周泰没有求逃了 那我们也成功的造成了两点伤害 我们直接把牌目楼码全部塞到了主攻那里 也应该可以啊 因为我们跟主攻离邓爱的位置是一样的 邓爱有个减一码有个田 主攻有个家一码 我们跟邓爱中间隔了一个人 是吧 这是一样的 好邓爱刚才是两张牌杀本 是非是没有办法的 他如果是一张牌杀本也没办法 因为回合外的主攻跟周泰的牌都太少了 是吧 主攻是零牌 周泰是一牌 好我们要不要急攻 来啊 就一个顺 周泰 哎呦是个杀正好 顺的一个杀也是赚了 邓爱再次给周泰出逃 咱不要紧 这还有个铁锁连环 新闻一个普通的杀 试探一下 好 骗出了伞 咱再给一个雷杀 响的一下 哎呦糟糕 这四个人都在这个上面 是吧 还好咱还有个逃 问题不大 好这时候咱的目楼的码就不随便给了 是吧 这得保命了 好周泰毁坏存三牌是非常漂亮的啊 他存三种牌 咱基本上就不怕杀了 就免疫 杀了是吧 好这个乐不思乎 主攻又帮我们无限 咱再来急攻 我靠 这是这牌太给力了啊 这个蓝蛮路青一放 然后再给周泰一下 不行的话 再给一下 第七个窗 我看你倒不倒 好终于周泰倒下了 咱收了人头 还可以继续杀 这时候稳重起见 你是可以不要去送这个主攻觉醒 让主攻保持最强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是怕就怕意外 现在邓岸这个状态 只有一血一牌 你万一送主攻觉醒 跟邓岸起手两牌又比较给力的话 你不一定兜得住是吧 好我们也很高兴的 这把还是比较曲折的 我们装身份 一开始一直没有收到任何收益 反而我们为了保护自己 还跟内奸内哄的有点厉害 好在周泰一开始打了点情绪牌 当然因为场上身份混乱 反贼一开始也有内哄抵消了 在最后我们进入人数劣势的时候 邓岸赵云接连 混招拼命的保我们 是吧 赵云不但出桃子救我们 还把那个牙脚的桃子也塞到我们手上 邓岸把木鲁牛马里面有伞有桃全给我们 结果被刘标给拆了 我们刚刚还在心疼的时候 赵云又输了两个桃 这一下子就把之前的副手艺全部赚了回来 我们还是非常的幸运的 好今天的录像部分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奥斯卡 下面我们看看三国 好这期砍上国我们来砍一砍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是吧 因为看我的这个视频的蓝蓝蝇 汉子比较多 我们来谈谈曹魏爱人妻的这个话题 曹魏爱人妻最经典的就是曾姬了 是吧 因为曾姬一开始嫁给的是袁绍的二儿子袁熙 后来被曹丕给娶了 同时曹操还这个在人妻方面有多有建树 是吧 一个是跟关羽抢秦一路的那个杜夫人 还有一个是在是收降张继之后 要炮那个周氏张锡的沈良 结果被张继一记回马枪 杀的差点 连本 连北斗找不到了 那为什么曹魏有这样的爱好呢 实际上这很简单的明明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被网上传的这个七零八落的搞的这个神秘之急了 只有因为这些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人 是吧普通人这个谈论爱情总是谈的唾沫横飞啊 现在的电视剧又经常把这些帝王将相之间的爱情 这拍的极其高血实际上哪有这么多屁事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词就可以解释曹魏爱人妻的现象 政治婚姻啊 为什么他们要曹丕要娶曾姬已经嫁过人了呢 显然因为这个女的不是一般营啊 她的背景非常的厉害啊 曾姬的家庭是势力两千旦啊 就是她的这个爸爸呀 爷爷呀 那个爷爷呀 那是一直都是当着两千旦的高官啊 这样那个雄厚的家族势力 那作为那个乱世之中啊 你要作为一个实力派是肯定要拉拢的呀 这就是曹操刚刚打败袁氏啊 是吧 进入这个冀州 肯定是要跟当地的那些世家大族要合作的 而婚姻就是合作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你以为袁绍作为当时北方最强的实力派 能够嫁给袁绍的儿子 袁熙的那个那个女人 会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吗 他后面的这个背景肯定是厉害的很啊 他这个曹丕能够把曾姬取进门 就说明曹操就跟曾家建立了很深厚的这个政治联盟啊 同理能够嫁给这个张继当年大军阀 张继的那个老婆会是普通人吗 因为这个随便说的清清楚楚 周继是张人 周氏是那个张继的老婆 而不是小妾啊 大家知道老婆那个政氏跟这个妾氏的那个地位差别 那是大了去了 是吧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知道周氏 那肯定也不是普通女子啊 他的家族背景肯定也是很深厚的 曹操要跟要娶周氏 就证明曹操要跟这个周氏背后的势力 结成政治同盟 这对张继的威胁是相当大的啊 因为张继当年投降曹操是并不想过 是这个交出自己的军阀身份 是想保持一定的半独立地位 就像刘备当年投降别人那种一样的 但曹操如果跟他的沈良 那个达成了啊 这个婚姻达成了政治同盟 这样的话张继就没有安全感了 是吧 同时曹操又拉拢张继手下的胡车 这才是张继反叛的真正原因 而不是什么 张继觉得什么沈良被侮辱啊 这种啊这种啊这种啊 这个奇奇奇怪怪的原因 你因为有此推断的话 不光是曹魏爱人妻啊 蜀国就不爱人妻吗 你不知道这个这个刘备露蜀之后 他娶了一个吴夫人啊 吴夫人是谁不就是吴吴姨 他们啊吴义家族的人吗 我看看吴义这个这个形象 应该是在下面是吧 吴家显然是蜀啊 这个蜀地的大族啊 刘备去吴夫人啊 吴夫人当年也是嫁过人的啊 这样的话也是跟蜀国啊 这个不跟当地的蜀地也是达成了政治同盟啊 是吧 我居然没有找到这个吴义的皮肤啊 可能那家伙没有出皮肤 还是还怎么在这里啊 那显然是跟吴家达成了政治同盟啊 不光是如此啊 这孙权就不爱人妻了吗 那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孙权当年有一个夫人叫徐夫人啊 徐夫人啊 当时在这个那个让皇后的呼声是最高的 是吧 因为徐夫人家族是最豪的 这一个大豪门 徐夫人一开始嫁的是陆尚啊 陆尚显然是陆家的陆迅 他们家族的一个一个人物 只可惜死的比较早 然后他死了之后 孙权就把徐夫人给取回来了 按道理说孙权那不是也爱人妻吗 那说到底的就是他爱的不是那个女人 而是他这个女人背后的家族势力是吧 但是在这种这个帝王将相他们的婚姻哪有那么多爱爱情情情我我啊 他们看中的就是政治同盟啊 好 大家如果稍微了解一点一点这个历史知识的话 还知道孙权有两个女儿啊 这个一个叫孙鲁班啊 一个叫孙鲁玉是吧 这里有孙鲁玉的形象 这两个女儿实际上也是人妻啊 孙鲁班先嫁的是周瑜的儿子是吧 后来周瑜的那个儿子死了之后 他改嫁了全虫是吧 那全虫是不是也爱人妻呢 孙鲁玉一开始嫁的是朱鲁 后来朱鲁死了 他改嫁了一个刘转刘转 刘转当然没有上三国沙 刘转显然也爱人妻是吧 说到底大家都爱人妻 但也说到底大家爱的不是人妻 而是他们背后的势力 那孙权那两个女儿就是公主啊 这公主他要嫁给你 你还能说不 你还能不高兴 你还管他是不是黄花规律 是吧 对于我们屌事来说 我们经常关心的是爱情 或者是女子是不是黄花规律 这样的无聊的事情 但是政治家显然关心的不是 他们的眼见 是看的是女子的家庭背景 这又是曹魏爱人妻的真正原因 这也是刘备孙权都爱人妻的那个真正原因 好我们下期再扯